2019年3月12号是孙中山先生逝世94周年纪念日 台湾多个政党团体前往位于台北的孙中山纪念馆 向孙中山同向致敬 中国国民党主席吴敦义 新党主席郁慕明 中华民族志工党主席陈伯光等人分别率团 向孙中山同向敬献花圈 台湾福建总商会蓝天行动联盟等多个民间团体也前往致意 郁慕明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孙中山先生是革命先行者 是中华民族的一位伟人 台湾每年的这一天都会举行相关的纪念活动 孙中山先生是两岸都是敬仰的一位前辈 早先在革命的时候 台湾也是他居住过的地方 所以我们的纪念是希望了我们的年轻一代 能够了解这段过去的历史 纪念馆内也有华侨华人社团前来纪念孙中山先生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革命的那个思想家 也是行动的执行者 我希望是说我们年轻的我们下一代 再下一代也好 多接触这种我们这个近代史 了解我们中国那个历史的发展 此外很多游客与民众也在这一天前来纪念馆 参观孙中山与台湾等展览 记者在纪念馆外步道看到 不少游客与孙中山雕像合影留念 当天正好是局数节 孙中山纪念馆还赠送一千多颗杜鹃 桂花小树苗供民众种植 另据中时电子报报道 由于孙中山是因肝胆疾病逝世 生前倡导自由平等不爱 因此纪念馆方面三月还举办 不爱友情共互肝胆系列活动